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新路百里 月落霜漫地 风声隔离 草木碑 亦不亦未尽 无间妙真情 今晚人后提 明知江湖风浪险 踏成风浪来找你 胸怀下雨影 无愧天和地 天山英雄成功时 空间会孤立 黄奔为自己 天涯用星星 陈风时我想失去 北京梦中献给你 我说的可不是废话 你们想想看 孟神通离开这里已经有一天的时间了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这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呢 金氏仪 你听着 我不准你再向昆仑散人胡说八道 昆仑散人他愿意跟我走 如果你不想走 你可以一个人留在这里啊 三人 你愿意跟金氏仪走吗 我 我 好 你要走就走好了 告诉你 孟神通如果还没有死的话 就算你逃到天边 他也不会饶你的 再说 你们西域三邪都是自己人 所谓又胡同享 又祸独当 你要是丢下桑木老和金日碑 一个人跟着金氏仪走 我看啊 你走不了中途啊 就没命了 不对 我若想害你的话 我干嘛要丽姑娘给你解药呢 哼 那是因为孟神通当时在场的关系 孟神通 他只不过想利用你们几位 来对付我跟丽姑娘 你当真认为他会跟你们一起分享 乔北明的武功秘籍吗 金氏仪 你竟敢胡说八道 太长 哎呀 现在祸福未知 两位千万别伤了何气啊 哦 大哥是孟神通在叫我们 四人 你要不来 哈哈哈哈 好听啊 他们这一走啊 我们刚好利用这个机会设法造造船 赶快离开这里 我不走 我七星晚苦来到这里 我怎么可以空手回去呢 你 我以为你鼓动昆仑散人 跟你走 是利用他来对付大灭 我没想到 没想到你真的想走 哎呀 事到如今 难道你还非要拿到北明神功不可吗 对 利家世世代代 对北明神功 梦寐难忘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假如我放弃这个机会 我怎么对得起利代祖先 我还有大仇未报呢 就是因为如此 你们利家只剩下你一个人 你更要保全你自己的性命啊 哎 说到报仇 如果孟神通死在这个岛上 那你的大仇不就也报了吗 不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北明神功 你忘了 你当初怎么跟我讲的 你忘了你答应我什么吗 好吧 既然你这么坚持 我也只有拿我自己的性命 跟你一起赌了 你不必讲得那么严重 其实 也不一定会死 就算会死 能够跟你死在一起 也是值得的 哎 我问你 那幅地图 你放心 在我身上 哦 好 那我们走吧 哎 到哪里啊 嗯 不是去找北明神功吗 哎 等等我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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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动手 是我跟大灭 哎 哎 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除了桑木佬的尸首 什么也没发现 哎 金侍爷 你没有带丽姑娘走啊 走 大海茫茫 我们没船 走去哪里啊 呵呵呵 我说嘛 大家在外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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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面法师 好了好了 别叫了 让他去吧 哎 口口声声说什么自己人 有福同享 他现在却自己一个先逃了 哎 李小兰 现在 你还真的想要北明神宫吗 哎 这黑森林里面 比孟神童我还可怕 哎 我但愿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我什么宝贝啊 我都不想要了 你不要 我想要 再大的惊吓 也不可能改变我的主意 金氏 你该不是害怕了吧 其实啊 说不害怕 那也是骗人的 不过 既然我答应你了 我也只有跟你走了 这还差不多 奇怪 刚才这个吼声 好像是人 不是怪兽 哎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吼声啊 是人 听你这么一说 那就更加可以证实了 什么 你们真的觉得 那是人的吼声吗 是啊 是 冒神通 好像是冒神通 碰上了什么怪东西 哎呀 那他能够赢得了吗 我想违离他 我就希望党部 现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 你怎么还管他的生死 律生男 这个岛上可是危机似乎 我们多一个人 总比少一个人好 你个孟神通的仇怨 我看你过得算吧 好啊 你去帮他 我绝不阻拦 我绝不阻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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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华 你不是已经出海了吗 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海上遇到了巨浪 差一点残刀灭底 幸好我首岸水性 才逃过一劫 回到中原来 那 回到中原之后 回到中原之后 我本以为 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没想到 今日能在这儿遇到你 我想 这是命中注定 我们情缘未了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在天山绝顶 我就已经对你说过 我从来就没有对你用过真情 直华 请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这个天底下 最笨最傻的情侄 你到底要我怎么说 你才会明白呢 我是不明白 而且我也不想明白 直华 自从天山绝顶一别之后 你的一言一笑 总是不断在我脑海中盘旋 或是挥不掉也抹不去 不要再说了 直华 不管怎么说 断法的意义 你总该明白吧 而且我也说过 从此 谁也不欠谁的 тол x 直华 直华 至少我们还是朋友 我欠你一愿 悄悄地想你 看看到你 那这把彩虹刀 现在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迟迟地等你 断情地证明 你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接受吗 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愿意接受 不过请你千万记住 赠刀断情 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会记住 我一定会记住 我当年 你 你这是做什么 你 我就知道 玄女心经 最怕的就是一个琴子 古之华呀古之华 谁叫你在锻念之后 还曾有一份烦心 嗯 这个该不会是 乔北明的吧 算了吧 乔北明死了已经近三百多年 这座坟看起来 也不过十多年 再说 又有谁来替他修坟呢 奇怪 怎么会有这座坟墓呢 哎呀 既然搞不懂 我们就别管他了 哎 哎 哎 李盛南 你这是干什么 我在向他祭拜啊 哎 这墓碑上又没有名字 非奸非顾的 你干嘛向他祭拜 我自然有我的道理 哎 我们生死未卜 也许将来会像他一样 埋果荒岛 伐人祭拜 基于同命相怜的缘故 所以我才 先行向他祭拜一番 哎 哎呦 哎 哎 目中这位不知名的朋友啊 我求你保佑我们平安离开这悬国岛 嗯 这番话一定是他临时编出来的 其中定然另一个原因 哎 我被你们两个这么一搅和啊 我也感到有点鬼气森森的 再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这墓中的人 都没有办法保住他自己的性命 他还能保佑你吗 哎 救命啊 救命啊 去今日杯 啊 哎 啊 啊 饒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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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 从哪里来的 我是西域来的 人称西域四邪的金日兵 你这个攻击头 倒比这个和尚头的功夫来的好一点 孟宝主 快来救我 你姓孟 想不到你这个未开化的人也认识我孟神通 才怪刚才是这个攻击头喊救命 我才知道你姓孟 姓孟又怎么样 他既然喊你救命 你的功夫一定比他高了 是比他高 那你为什么前两次一看到我就跑呢 要不要吃我一掌试试看 好 你练的是修劳阴煞功 想必一定是我的仇家喽 难不成 别秀莫英少 姓孟的 骂命来 你们还有多少人 一起上来吧 前辈请息怒 我们是避风暴来到此地 对你实在并无恶意 不管你们来日如何 只要上了悬火岛 应该别想活着回去 前辈 李盛南 原来是个大姑娘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你 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你这么漂亮一个大姑娘 我怎么可以舍得放开你呢 放开我 放开我 前辈 请你不要伤害她 放开 放开你 当然可以了 除非你愿意做我的 那好 慎湾 你怎么到哪里的吓跑 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是被我吓跑的 李姑娘 刚才你用什么办法 让那个怪人把她放走 办法 多得很 我为什么告诉你 今日被不知道伤了怎么样了 金日盃 日盃 日盃 你告诉我们 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大人 请你将我和桑木朗的尸体化成骨灰 待会洗玉埋葬 金日盃 金日盃 怎么样 滋味如何 曹锦儿 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 好啊 古之华 你连师姐都不会叫一声了 你也真够胆啊你 卑鄙 夏柳 不配做我的师姐 我卑鄙夏柳 如果不是你卑鄙夏柳 你会对那个男人动情着了我的道 解药呢 快把解药给我 古之华 我给你服下的是销魂软骨散 至少有两个皱眼 你会觉得四肢无力 认你有天大的本事 你也动弹不得 解药没有 不过有一种解读的方法 我倒是可以给你 是什么方法 到时候自然会知道 没有 Father 要这样子 我要睡觉 Halld 李先生 干嘛 走 还好 不是孟老摩手艺 要不然啊 咱们可不能逃过他那儿了 你花招还真多啊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 这乔北民的武功秘籍啊 什么 你找到藏秘籍的地方了 你不要问嘛 跟我走就好了 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 为的是什么 怎么能让孟老摩节足先登啊 话是不错了 可是也不能蒙着头到处乱走 这也不是办法嘛 你干脆把地图拿出来 确定一下方位 你不要管方位 跟我走就好了嘛 李生南 我觉得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有事瞒你 那为什么带着你一起走 但是 我告诉你 你不要着急 假如我有秘密 我证实那个秘密之后 我一定会告诉你 好吧 我跟你走就是 站住 你干什么 你 你刚才给我服下的是什么药 那不是解药吗 是什么 是什么 现在可以告诉你的 那是发琴的毒药 你 你好狠毒的心 你骂我狠毒是太给我面子了 比起梦神通我还差得远啊 你 你 曹晓 你不可以这么做 那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呀 我跟你有什么邪海深仇 值得你这么做 你是跟我没有什么邪海深仇 可是我恨白秋霜 因为白秋霜爱着你 护着你 而且还把玄女心里厮守于你 她视我如眼中定 我恨她 我也恨你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 你不如一剑把我杀了 一剑杀了你 难笑我心头之恨 那不是太便宜你了吗 那你 我先毁着你的酒也玄公 然后要一步一步的折磨你 我要让白秋霜在天上亲眼看见 她疼爱的爱徒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毁在我的手里 曹晓儿 曹晓儿 老婆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要 不要 老婆 哎 你看 难道北冰水 藏在那树上的树上 哎 上来啊 果然被我找到了 来 我们下去吧 来 我们下去吧 进去吧 走啊 走啊 李生南 我问你 你以前是不是到过这里 没有啊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跟我说实话 假如我到过这里 我为什么还求你带我来玄火岛呢 好 如果你没有来过这里 你怎么可能找到如此隐秘的地方呢 李生南 我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陪你来找这个北冰神宫的 哦 你却试试瞒着我 把我当外人看不肯告诉我 好 你如果不肯告诉我实情 这武功秘笈反正我不想要 你要 你自己进去 咱们在此分手 你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 好 我跟你说吧 武功秘笈不在这里面 好 我跟你说吧 武功秘笈不在这里面 我带你来 是找那个怪人的 找怪人 试不试过 我现在还不知道 如果 假如你觉得不妥当想离开的话 我觉得不会阻拦你的 好 你告诉我 倒怎么回事情 只要你告诉我实话 我一定陪你进去闯 我一家大小 惨遭孟神通杀害的事情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在六十年前吧 我们立家 派出了两位算是我熟祖辈的兄弟 在六十年前 飘洋过海 来到了悬火岛 找寻乔北明的武功秘笈 结果当然没有找到 其中一个 就留了下来 另外一位 历尽艰险 才回到立家 把乔北明住过的洞穴 遗迹 化成了弦土 希望后代的子孙 来找寻武功秘笈的时候 能够很容易地 跟留在岛上的熟祖联系到 那张祥土 早在我们全家被杀害的时候 就已经烧毁了 我刚刚 只是凭着我的记忆 来找到这个密道的 金世音 事情就是这样 现在应该明白吧 怪不得 怪不得你虽然没有到过这里 可是对这里的地形 这么熟悉 反而我以为 我的熟祖已经死掉了 我看到那座坟墓的时候 更确定了我的看法 可是 我们又遇到了那个怪人 你 你说 对 我觉得 他一定跟我们立家有关系 不过 照你所说的 如果你的熟祖 仍然在世的话 那他现在应该九十多岁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怪人 最多不超过五十岁 对 所以我急着带眼来找他 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我 厉害 不管里面有多大的危险 我都陪你去闯 金世音 你对我真好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们进去吧 好 好 过了这道石门 我们也许就可以知道真相了 嗯 还是要小心一点 开关不在这边 金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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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前辈 金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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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小子 好 娘 你怎么样 娘 您不要紧吧 差点死在他的手上 这小子不是好东西 快提娘把他给杀了 来人是谁 怎么进得老这个洞穴 众子淑祖呢 你们又是谁 为什么占据了他的洞穴 众子淑祖 你到底是谁 我是抗天先祖 第十二代女孙 丽胜南 丽众子是我的淑祖 原来你是我的孙侄女 怎么说 我是丽众子的妻子 他是丽众子的儿子 叫丽叛归 见过淑祖婆婆 好 叔叔 你还认得我吗 我 不认得我 还认得这个吗 我不知道你是我的侄女 白天里我 我也不知道你是我叔叔 不知者不罪 我不会怪您的 你们是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只是一点小误会 那就好 那就好 淑祖婆婆 有件事情我还是不明白 什么事你说 据我所知道 众子熟祖应该是独自一个人留在岛上 为什么会 哦 原来是这件事啊 我在他五十岁那年举驾乘船 要前往高丽 不幸在海上遇到风浪 就剩下我一个人 就剩下我一个人 漂流到这个荒岛 被你熟祖救起 跟他成了境 第二年呢 就生下了叛归 没想到 没想到 就在叛归三十岁那年 他竟然 丢下我们母子 狠狠撒手惜归 这么说来 幻眼中那座坟墓 埋葬的 就是熟祖的遗体了 他也是我们历家的人吧 不是 你 叔叔 他 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 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行 难道 你忘了祖宗的遗命啊 瞧北明的武功秘笈 绝不容外人去余 这玄伙岛 也绝不许外人进来 他既然与丽家无关系 就不能活着出去 叔叔 叔叔 他 他是你的 侄女婿啊 你 你刚才为什么说 我刚才说 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其中的意思 你还听不出来啊 哎呀 都是自己人了 说话这么拐弯抹角的干什么 在下 什么在下 侄女婿金世怡 见过叔叔 还有我呢 来 我们给叔祖婆婆行个大礼 孙侄女 立尚男 孙侄女婿金世怡 靠见叔祖婆婆 好好好 叔祖婆婆 为什么您老是坐着不动呢 我既瞎眼又瘫痪 你叫我怎么动得了呢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这是练功走火入魔所至 又不是天生残废 你何必这么多心呢 白天 那两个老头 和其他几个 都是你的朋友吗 那个老头子 叫孟神通 他不但不是我们的朋友 还是我们立家的大仇人 我们立家三十余口 全部都死在他手上 我是唯一子 侥幸逃生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我们是毕于无奈 恨之恨 我们的武功不如他呀 可恶的两个老头 好 明天一早 我继续收拾他们 判归呀 他们小两口受了不少惊吓 也该累了 你就让他们早点休息吧 是 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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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怎么说 我们成亲 一个月零六天 这是怎么回事 从我装鬼骗你 你答应取 我的零位那天开始算起 到今天 刚刚好是一个月零六天 你还记得真清楚 本来我以为 你是胡乱说的 原来 你是把那天 当作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金世音 你会怪我吗 早晓得 你们丽家有这个尽力 我可能 不陪你来悬火岛了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或许你在心里骂我 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怎么会呢 我知道 你是为了替我解围 在情急之下才这么说的 所以 我只会谢你 怎么会怪你呢 那你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在离开玄火岛之前 我们只能做一对 有名巫师的夫妻了 我知道 你是忘不了古之花 老巫 你不可以这么做的 放心好了 我 我不会 我不会侵犯你的 可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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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制我自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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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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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熬过去 我就可以尽心的院功 啊 这样子 我不但可以救你逃出地牢 还可以帮你杀了曹锦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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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怎么做 不但毁了我的一生 還让曹锦儿的妒忌得逞 不可以这么做 你拿着 做什么 万一 万一我克制不了我自己 你 拒终他把我给杀了 拿着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的办法 我叫你拿着 你听到了没有 你还好吗 我 我 我受不了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迷迷糊糊才刚睡着 就坐着古之华的怪梦 莫非 莫非我对丽盛南 有些情不自禁 才会这样胡思乱想 有些情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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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杀了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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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杀了我 不 不 我现在活着比死还难过 我下不了手 真的下不了手 你现在下不了手 万一我手心一发 你会后悔莫及的 不 你可以熬过去的 你一定可以熬过去的 不 我 我守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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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啊 给我 给我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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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冷漠 冷漠 不可以 不可以 冷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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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氏仪 金氏仪 嗯 哦 我晓得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本来不应该吵醒你的 不过我们 我们今天第一次回娘家 弯弃了 叔祖婆婆会笑话 所以还是把你叫醒了 你怎么知道我昨晚也没睡好 不 我 金氏仪 待会儿 在叔祖婆婆的面前 你要 你要跟我仗得 像夫妻一点 不要让他们看出了破绽 好不好 好吧 想不到你居然做了柳夏慧 曹金儿 只要我冷漠不死 我绝对饶不饶你的 现在有些废礼的武功 看你还敢不敢嘴硬 你最好再补上一掌 方子我还是那句话 好 那我就惩罪你 不上 杀一个武功被废的人 你也不觉得可耻吗 住口 要我住口可以 除非你放了冷漠 放不放冷漠 容不得你插嘴 我这话 你不要以为我不想你早点死 你就借机要挟 师父的深仇大恨 虽然还没有报 但是 与其在这里受你百般的欺凌 倒不如早点死了的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可怨不了我呀 要杀我 就赶紧动手吧 好 要杀我 就赶紧动手吧 好 大礼拔王爷乍到 来人可是大礼拔王爷云彪 不错不错 你你给我瞧瞧 这娘们虽然熟了点 却是个美人胚子 这妞是谁呀 怎么长得跟仙女下凡一样 八王爷可是喜欢她 喜欢喜欢 当然是喜欢了 好 在下就把她送给你 好 好 好 你又是谁呀 我看在此里说话不方便 可否请到大厅上一序 可以 可以 当然 可以了 八王爷请 好 。 你快去救我 怎么样 你还撑得住吗 还撑得住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一命 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 还将这些话干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 我要先自行了断 免得让那个曹锦儿 把我当成礼物送给巴王爷 不 目前还不到那个时候啊 怎么说 只要你能够把身上的剧毒 都给逼出体外 那一切不就因人而解了吗 太迟了 要把我身上的剧毒逼出体外 一定要经过七十二个时辰 不 依你目前的情况 那行动应该已无大碍了吧 功力没有复原 行动没有大碍又有什么作用呢 当然有啊 我可以助你逃出孟家宝 怎么说 这上面有个密道 可以直通孟家宝外 可是那么高 我也够不着啊 你踩着我的肩膀 我帮你撑上去 来 那你呢 你不用管我了 我的武功已经被废了 身上的剧毒又未解 就算我能够逃出孟家宝 到时候 也会被各大门牌所杀 还不如待在这地牢里面 尽管其变 可是 不要再说了 快 踩在我的肩膀上 我帮你撑上去 来 照你这么说 那孟家宝现在是由你当家咯 没错 怪不得 怪不得 大灭法王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跟我大理联络 原来他是跟着孟神通出海 寻找秘籍 所以 今后你我共同联手 称霸武林的事宜 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不急不急 我这次专程赶到中原来 这次专程赶到中原来是另有一层物链 另有目的 可爱 不知王爷意下 宜静的看 好是看天 蓝天 聚我 万里羊 呆呆地望你如同往上青山里我千里远 悄悄地向你看看蓝天 即使掌灯上天地 痴痴地等你往往青山 让我盼到你身边